特首選舉候選人開始出爐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 由4月9日宣布參選 至到5月8日特首選舉的30天內 用了大約913萬元 支持李家超 支持李家超 當中270萬是融在選舉聚會 180萬是融在5月6日舉行的造勢大會 我決定參加第六屆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選舉 宣布參選的網上記者會 就用了超過32萬 另外選舉廣告用了大約237萬元 包括超過195萬元網上廣告費 至於佔開支最大的 就是租金、辦公室和運輸 總共用了277萬 他在4月至5月 在灣仔中環廣場 租用兩個辦公室作為競選辦 35日租金連同冷氣費大約34萬 部分日子也租用了其他辦公室 用了大約18萬7千元 他也因為遲了移除宣傳品 被食環署追收大約2900元的移除費用 選舉期間 李家超主要透過網上宣傳 在社交媒體發布的廣告花費 超過195萬元 當中選舉網頁 耗資超過120萬元 雖然他的總支出比上屆選舉勝出者 林鄭月娥的1216萬少 但李家超的選舉期只有30天 平均每日花費30萬 相較之下就遠超林鄭月娥的174000 由於受到美國制裁 李家超只能用現金形式接受捐款 單據顯示他用5900元買了兩部點鈔機 拿來點算捐款 又用了4900元來買甲慢 37000元用作現金額款服務 李家超新報 總共收到大約1126萬元選舉捐款 有59個團體捐贈 當中香港友好協進會 新界鄉議局等都捐了30萬 本港六大商會中 中華總商會、廠商會、中華出入口商會都有捐款 但未見香港總商會、工業總會、地產建設商會捐款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也用私人認識捐款17800元